到底應該是落腳應該是全腳掌還是前腳掌 所以當你機力非常強的時候 假設這次21K好了 21K我相信有一些精英選手應該都是前腳掌直接衝了 前腳掌上坡也是一樣 前腳掌就踩了就直接上 因為上坡的路段其實了不起一點多公里而已 所以其實都應付得過來 但是如果是那個長距離到50K 100K 甚至100英里以上 那全部用前腳掌是完全不現實的 所以上坡只有一個原則就是 當你踩下去的時候 當你踩下去的時候 你要用你的前腳掌盡量 我說上坡喔 上坡有沒有 盡量前腳掌 今天的原則就是盡量前腳掌 然後平均受力 你要感受到力量用在你的側側側邊 就是ITB的部分 在大腿外側這裡 你要感覺到 然後平均的受力上來 平均的受力上來 這是那個 這是今天比較原則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下坡 下坡呢 下坡 下坡 我們要保持的 一樣是落腳是正下巴 但是你要保持一個節奏 這時候不是正全腳掌下去 而是盡可能把握在前腳掌 或者是三分之二的腳掌 落腳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緩衝 當你全腳掌下去 通常來說是一個正 是有一個反正的力量 所以你 下去的時候 你要靠你的腳踝跟膝蓋 做一個緩衝 下去的時候 也會有一個緩衝力 它會幫你做一個緩衝 這樣 也是一個訓練 因為事實上 有些人可能肌力不足的話 你就會做到什麼事 你不會太抖 因為坡度不一樣 今天如果小緩坡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但如果稍微抖了 肌力可能就不足 那這時候 我們要做什麼 重心降低 重心降低 你自然就可以 重心降低 你自然就可以做得到 當你重心降低 你就可以做得到 如果重心太高 那一定做得到 那這是 第 這是第一 第一個